好 明宇怎么观察今天这场选战 事实上真的热闹好看 那林静怡的优势确实是在空战 但是严加长期是地方经营 所以他的陆军陆战的实力是雄厚的 你看今天这个严欢横 他自己单独去登记 除了刚刚正好一开始讲的原因之外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天打的是苦情牌 因为他就是面对刚刚林静怡这个大阵战 这样子陪他去 那他打苦情牌 然后我觉得他进来演一出蛮有趣的 就是说记者在追问他七起豪宅的问题 本来那个助理是要挡住他的 就说你不要回答你不要回答 等到下午记者会 他把记者他就把那个助理拨开 好我来回答 结果回答还是不清不楚嘛 好那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下午公布那两个发言人 可是对我们媒体会好奇的是说 国民党有几个文传会副主委 国民党有21个文传会副主委 真的假的 国民党编制这么大 21个文传 没有一个有领钱 好不管有没有领钱嘛 国民党有几个文传会副主委 21个 不好意思你不能拨10个给他们家打空战吗 你还要让他去请两个 因为没有领钱没有人要做义工 要做义工的也去逮告骂那里做义工 其实不是啦 就我了解是说他们有找 可是问题是说 就像刚刚正好分析的 他们这些人 因为严加的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你不是说你接21个 你拨10个下去 也没有人可以回答出来 像韩国瑜之前也是他豪宅 你没有李家分出来讲 那个豪宅是回不清的 我觉得严加的豪宅比韩家多 对那多更多更复杂 对 那还有其实不要讲别的 你讲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李梅珍那个论文 对不对 当时黄子泽把他挂保证 就说哎呀 我要超我不会只超事业 我超整本 就不好意思隔天就超整本 所以这种很私人 就是他们家复杂的事情 你21个文传会主委是没办法 所以变成是说他最后内找没办法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 就找外面的人来帮忙 我觉得是凸显他空战的一个困境 那第二个空战的困境 其实他这是对像谁 他自己也讲嘛 是对扣扣姐 对周一扣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 你知道扣姐 扣姐现在一直在供他那个房产的事情 那你反而林静怡 林静怡好像感觉就完全切割 林静怡去主打核废料要放哪里 他就一直追问这个严宽恒 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现在是两手策略 那反正就是你要房产事情 我就让扣姐去打你 我分享今天我今天碰到的事情 我今天要来录影的时候 刚好碰到这个制作人打给我 我们讨论一下内容 要讲什么 就后来我就讲说 那个房产的什么 我就跟他讲 就我下了 我要下车之前 那计程车问讲大哥 就恶狠狠的骂我说 不要再讲房产了啦 为什么 他会认为他们就是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比较严加的 就蓝营的支持者 他就会认为说 你是国家机器动起来 就是要追他们家 所以我认为说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信者 恒信不信者 恒不信 对于蓝营的人 他就会讨论民进党的氛围 又回来了 就你国家机器 东厂就在杀他们家 那另外的 就是说蓝营的支持者 跟蓝营的选票 他讨厌民进党的 这一个情绪远比 严加到底有多少土地 还要重要 对 他就会觉得你是国家机器 你是东厂嘛 所以现在 现在是蓝绿就是分立 那你现在就是要看 中间这些选民 到底观感是怎么样 到底是讨厌严加多 还是讨厌民进党 这种东厂氛围多 那回过头来 大家会好奇啊 那寇姐到底跟 跟这个严加 是什么恩怨 为什么每天要追打他 好像在追杀复仇人一样 事实上我问过寇姐嘛 寇姐自己也公开讲啦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大概二十几年前 他在联合包当 还是当记者的时候 他写过一篇 就是延青标的报道 那当时他下的标是 延青标是黑道立委 但是他说他要打问号 黑道立委问号 就是因为 黑道立委加问号这个字 他被延青标告 然后就一路追杀他这样 那当时周边有蛮多的朋友 有去就是帮他们在中间还家 那其中有一个是王金平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说 后来他有去见王金平 可是他说当时在场 有很多的媒体朋友 那场是公开的 那王金平是有答应说 要帮他去跟这个延青标说相 那有没有成不晓得 可是他就是很讨厌人家 说他用求饶 说他去跟延青标求饶这件事 但是你要问他 是不是侠怨报复 他也蛮可爱的 他就说对啊 我就是侠怨报复啊 他就就是因为这个二十几年前的恩怨 就一路到现在 那我刚刚讲到说 国民党现在的困境是进退维谷 你到底要不要去躺延家这趟浑水吗 因为毕竟延宽恒也是你徵招的 可是看起来你的人 对他的空战是没帮忙的 这是国民党困境 可是国民党困境现在还有两个 第一个大困境是在公投 公投其实与其讲国民党 不如讲朱立伦的困境 你看朱立伦是完全没角色 上礼拜六在台中办的那个大厂 就我了解是赵绍康 赵绍康他有点对党中央不满 他认为说这个公投的事情 怎么好像国民党都没有大厂 他不像民进党一厂一厂 赖清德啊什么都给他剪掉 所以呢当时这个赵绍康 就去找了王金平做讨论 所以后来就是一个出钱 然后一个出力 后来赵绍康找了郝龙斌 他们就去办了这一场 然后再去把江启臣扣出来 所以你看那一场朱立伦是整个没来的 那接下来你包括桃园厂跟台南厂 朱立伦基本上只是去秤 都没有角色 所以变成说是战斗兰在hold这个公投 包括赵绍康今天自己要去讲公投嘛 朱立伦还退下来 所以党内会对朱立伦的领导有点很 就是对他的公投都没有出力 是最不满很不满 那最不满的其实最后这一件啦 就是同舟共鸡计划啦 就是现在傅宽琪啊什么的啊 独木舟不知道要不要回来 独木舟 周小平说他是龙舟要回去跟大家一起滑 我是独木舟自己滑就好 今天我跑立法院很有趣哦 你傅宽琪是有备而来 傅宽琪一来哦 他完全就是没有发表任何宣言 他就是让记者问问题 那记者呢不管怎么问 一直问 傅宽琪就是用刘邦 就说朱立伦是刘邦 然后不要再怀念这个崇祯皇帝 很有趣又带起话题了 到底是谁是崇祯皇帝 就马英九啊 他其实讲就马英九 后来因为记者还蛮白目 直接去问马英九说 他说你是崇祯皇帝 就搞到马英九很不爽 马英九说这个问题只需要我回答吗 那事实上我正要讲的是说 今天看起来这个朱立伦他去盘算 就宁可被党内骂 很多人不爽他 就是说你跳过考计会 你就直接开大门让他们回来 朱立伦现在盘算 他现在有这个战斗篮 赵商康的战斗篮 跟这个张亚中两股势力在夹击 他急需要家族势力 所以看起来是朱立伦需要傅宽琪 远大于傅宽琪需要国民党 傅宽琪当然想回国民党啦 当然之前的话是有说啦 就是说傅宽琪想回国民党 因为他想更上一层楼 他想选台北市长想选桃园 可是看起来最近脚步是缓了下来 傅宽琪想选台北市长 你们都没有收过他的西瓜吗 他那时候西瓜几百颗 几千颗几千颗真的喔 就全部都送来台北 西瓜很好吃 我搬了他的西瓜还腰散道 所以要申请国民 就是那个西瓜送到台北来 而且这是比大科的 就是台北的记者 那后来友谊说他是要选桃园啦 那看起来现在他脚步是比较缓 可是他积极争取回国民党 看起来就是说他现在 我觉得他有他的一步盘算 他未来要更上一层楼的这个西 看起来目的是 企图性是蛮明显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